來看到荷蘭臺北中文學校 邀請到國學大師劉克雄教授 教導當地的中文老師 如何用有趣的方式 為學生講解學習中文的重要 那麼在講座當中 提到了中原古音 在客家及閩南方言中的保存 進而講述到中國儒家的中心思想 而劉克雄也勉勵在場的老師們 要繼續努力將中華文化傳承發揚 荷蘭臺北中文學校自成立以來 歷屆的校長和老師們 總是兢兢業業的推廣中文教育 並時時刻刻充實自己的國學知識 這次學校邀請到國學大師劉克雄教授 來到海牙與老師們講授漢字入門 劉教授首先以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視之也為例 不論用閩南語或是廣東話 客家話來念 都證明了中原古音裡沒有上舌音 進而強調閩南化與客家化 保留了最多的中原古音 當劉教授被問到正體字與簡體字的差異時 他解釋 歷代以來都對漢字的寫法做了修改 近代為了讓中文能大量地普及到各個階層 而衍生了以草書為基礎的簡體字 但他呼籲大家捍衛繁衛繁體字的存在 保存中華文字之美 聽講的老師接著詢問劉教授 生活在西方教育體制下 如何用僅有的週末時間來學習中文 並保持興趣與熱情 劉教授也給予諸多建議 讓大家獲益良多 我的血液中流淌著其實也是炎黃子孫的血液 所以我覺得不管我這個人走到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 其實我的內心都是知道我自己是一位炎黃子孫 然後漢語是我的母語 演講委生 校長鍾啟源 上台感謝高齡75歲的劉教授 不遠千里前來為大家講課 在這場講座中不僅看到新一代的海外華人 發揚中文的努力 也增加了中文老師們傳承文化的使命感 台灣宏觀電視紀崇宜 荷蘭海牙 採訪報導